好了 我们说我们也订好位了 客户也找准了 终于发来巡盘了 但是各位 巡盘来的时候 您真的准备好了吗 有个客户说 我对你这个产品很感兴趣 麻烦你给我报一个最低价格 我们又要立马去问老板 老板 我们公司最低价格多少 老板说 11块 11块就过去了 马上老外就说了 不对吧 11块这么高 你们旁边那家工厂报10块5 为什么你报11块 然后又要立马说老板说 老板 有一家报10块5 如果我们不低于10块5的话 这个单子肯定是没有了 老板心里想 谁这么狠啊 好 报10块钱 那个10块钱是报过去了 买家也立即消失掉了 很多又人就不紧 各位 这算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比如说我们很多男士 老外也过来了 决定去买一件 比较贵一点的衬衫 衬一下自己 对吗 好 你决定去天鹅城去买一件衣服 进一家品牌店 你想买一件300块钱的衬衣 结果进去一问 500块钱一件 你会怎么样 看看吧 消失了 对吗 你又进那家店 那个说我们这打折 100块钱一件 你会怎么样 这么差 又消失了 然后进了第三家店 告诉你说350块钱一件 你会怎么样 嗯 还是有点可能 对吗 就问一下 你这个是棉质的 还是缩质的 需不需要烫 是不是免烫的 你这个花色 还有什么其他花色吗 我能不能试一下 然后试一下 感觉还是不错的 心里想怎么办 只要找一个还价的 方面的理由 对吗 把那个衬衣做 翻过来 又翻过来 又说 终于找到了 你看 这里有个线头 这个质量还是不太好 310怎么样 然后那个商人说310太低了 330怎么样 最终成交 对吗 所以各位 从这个 我们平常的处理的例子来面 发现一个现象 实际上 你们的客户向你询问价格的时候 他是有自己的心理价位的 如果说你报太高 买家消失了 因为他买不起 如果你报太低呢 买家会认为你的质量肯定有问题 他也消失掉了 所以做外贸最难的一点就是了解里面买家的心理的价位 而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好 所以各位 请问大家 一分钟巡盘过来的时候 有没有谁会花一两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去处理一封巡盘的 有吗 可能朋友说越快速越好吗 一分钟这里搞定的 我绝对不会在三十秒 两分钟这里搞定 显示我的专业的素养非常的高 老板一看 英文能力不错啊 像各位 你会发现 如果说买家为了一个价格 你回一个价格 为了一个产品 你回一个产品 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是不太好的 关键问题是 我们有没有 通过大量的 渠道去了解客户的信息 你了解的越多 对巡盘分析的越透彻 你才有可能去了解买家的潜在的需求在哪里 而这一点是最难的 好 该巡盘回一个例子 该我们回一个例子来分享 各位 我个人认为做这么多的外贸 心态是最重要的 很多 我在全程度分享已经有100多场了 很多学生就跟我说 吴老师有什么绝招吗 教我两招 我说你这么急干嘛 他说我已经试用期三个月了 如果三个月再不出单的话 立马会被炒鱿鱼 各位 如果说你在三个月内出来一单 说明什么问题 你中大奖 正常情况下 你去开发一个海外的买家 尤其是专业的买家 他是需要半年 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的 所以各位 千万不要急 我说我外保经理的时候 曾经招了一个大学生 刚刚毕业 没有任何的经验 我就跟他说 你什么事不要做 你就向我们可能的 潜在的买家 主动的去推荐我们的公司 那小伙子非常努力 我们接着上班 八点钟就到了 我们六点钟下班 十点钟还在公司里面 就不断的去发 不断的去发 好了 两个月以后 终于有一个客户来询问我们的价格 因为我们公司是有很多的报价单的 他非常兴奋 立马系好英文 年纪好报价单 就怎么回复了 但是他回复是要经过我同意的 我过来以后就问他几个问题 第一个 你知道这个询码是哪个国家的吗 不知道 你知道客户的网站是什么吗 不太清楚 你知道这个客户说做我们这种产品 还有什么相关联性的产品吗 不是很了解 我说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有必要这么急着回复吗 明明这个询码是美不过来的 你有必要在上午上班 节奏上班的时候就开始来处理吗 详细去了解一下客户的情况 重新写一份 我再来看一下 所以各位 询码来的时候 千万不要急 你花的时间越多 你的询码被买家回复的可能性 才会越高 第二个问题 我们了解国外人的习惯吗 毕竟我们是做外贸 我有一个朋友在外贸企业上班 有一次忘记带钱了 找老外同事借了五千块 好了 这个老外上班 第二天一大早就说 昨天你借了我五头饭 赶紧还给我 请问各位 假如有人对你这样说 你会什么感觉 其中太不少了嘛 不就五千块钱吗 立马下去取出来以后就还给老外了 好了 过了一段时间 老外也忘记带钱了 卡也忘记带了 急用 找我的朋友借了一万块 结果呢 一个星期没有还 两个星期还是没有还 各位 你会怎么办 但犯一个现象 中国人现在借钱越来越难对吗 越熟的朋友越不愿意借钱 为什么 到时候不知道那天钱都要不回了 朋友都没得做了对吗 好 我这朋友想来各种委网的理由去提示那个老外 你该还给我这一万块钱 但是老外听完以后 博然大怒 各位 老外会说这句话吗 我有就是美金 你还怕一万块钱还不起你吗 会不会 老外来回答是 你为什么没有在第二天就催我还钱 各位 大家没有了解过 欧美国家这种发达国家 信用卡体系是非常发达的 对吗 一个人借钱意味着说他的经济状况有问题 一个人托人身越久 越说明他的经济状况糟糕 而这种事实一旦被银行所证实的话 他的信用卡就被停掉 而在欧美国家 你信用卡被停掉是寸步难行的 所以美国人都提倡提前消费 对吗 所以 在老外的理念中 还钱这件事情 不是我来主动提示你 而是应该你来主动提示我 为什么 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 说明这个人的人品有问题 因为你明显陷我于不义之地嘛 破坏我的个人的信用 所以各位 如果你有很好的朋友 国外的朋友的话 不妨去了解一下 在金钱观念上面 老外和我们是非常的不相读 所以这是文化的差异 再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请问 俄罗斯的圣诞节什么时候 比如说废航 12月24号嘛 好了 你在12月24号发了一个后台的客户说 Merry Christmas 你猜你客户会怎么回答 不好意思 我13天以后才过圣诞节 俄罗斯是一个东正教的国家 他们的圣诞节日期比传统的西方的圣诞节要晚13天时间 那这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假设一下 假如说在13天以前 就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给你发了一个信息说 生日快乐 你有感觉吗 假如今天晚上凌晨0点0分有人发个信息说生日快乐 你是什么感觉 所以各位 这又是文化的不同 好 第二个问题 请问大家有谁告诉我 现在 美国的洛杉矶几点钟 美国的纽约几点钟 美国的加利福亚州又是几点钟吗 我朋友说大概差12个小时吧 对吗 这是一个时差的问题 面对一个时差的问题我有个朋友是这样做的 他看到这个客户跟他的时差是12个小时 他把邮件写好以后不会立即发送 他会设计成不早于11个小时59分 自动发送 各位有什么好处 等我们的客户一上班 一打开outlook 把邮件一收下来的时候 请问 谁的邮件排在最上面 越往发的邮件会排在最上面对吗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 有些客户喜欢从下面往上面看 但这种习惯是比较少的 大部分是喜欢从上面往下面看 而且会把时间越往的排在越上面 所以 我这个朋友就充分的利用了这样时差的一个技巧 因为 你排在第一峰的时候买家会不会认真看 排第二峰买家会不会认真看 根据心理学研究人的注意力只有10分钟 因为后面大同小异 都是报价对吗 那请问我们的买家会对谁的印象会更深刻呢 所以这是利用时差的一个技巧好了 刚才我为什么会问说洛杉矶纽纽约和加尼富亚州的时差的问题 假如说 大家可以了解到 美国的本土的时差也是比较大的 对吗 本来的客户里的时差只有10个小时 你也认为是12个小时 你也设计成10个小时59分 自动发送会有什么后果 你的客户上班已经两个小时了 对吗 请问大家 你每天上班的时候会整个上午都在处理寻盘吗 通常我们会在一个小时最多两个小时内你就要把寻盘看完处理完毕 因为你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所以 如果你是这样做的话 很有可能你的客户已经不再看寻盘了 因为他已经找到了适合他自己的供应商 所以各位 这也是时差的一个问题 希望大家能够准确的知道 你的客户到底是哪个时间点去上班 了解客户的上班的时间 是很重要的 因为任何一个商人上班的第一件事情 都会去看邮件 还有我们一个朋友这样操作的 他们公司员工分两班等 一部分的时候早上8点钟上到下午4点钟 一部分的时候下午4点钟上到晚上12点钟甚至1点钟 这有什么好处呢 各位 我们一个美国的客户上线了 他发现你这个产品他有兴趣 但是他有个问题想问你 一看你不在线他怎么办 发一个邮件给你对吗 24小时以后你上班了 你就回一封邮件 客户收到以后发现又有问题 再发封邮件给你 结果你会发现一个简单的问题 你搞了一个星期都没搞明白对吗 你觉得谁会有这么大的耐心呢 如果说你会发现你在Trading manage MSN Scape在上面 他会会优先考虑通过打字的方式和你联系 而且还有一点 大家会发现有的时候打字的方式 也不知道是因为国外人的英文太好 还是我们学的不太好的原因 导致沟通还是有障碍的 总是搞不清楚那个小问题 而这个时候如果 会发现你有Scape 有Trading manage 可以电话的方式跟你联系 是不是很清楚 你会发现很多问题电话五分钟就能搞定 所以各位 在做国际贸易中 电话 是一个最重要的跟客户沟通的方式 所以请大家不要力胜利点 国际长途的费用 我以前做外贸的时候 外贸业务员 我的那个电话永远是可以打全国全世界各地的电话的那个费用从来是不限制的 当然我从来也没有聊过天大家放心 这是职业素养的问题 这是职业素养的问题 所以向大家能够有效的去利用电话跟你客户进行沟通 所以这也是利用时差的一个方式 第三个问题 假期的问题 我们公司后来知道比较大的时候 曾经有一次有一个大客户来拜访我 就跟我说 George 你们怎么休假的 我非常自豪的说 五一 十一 春节 客户说你们家去不少啊 看来你一定去过全世界不少地方吧 我说我从来就没有去过那个香港我都没有去过 因为每次要出差的时候老板就说 甩骨投资你在家里面坐证好了我们出去 所以从来就没出去过 那为什么挑这个问题呢 是因为我们的 客户告诉我说 在他们公司里面 不仅他们公司的管理层 包括他们工厂的功能 在八月份全部休假 这个时候工厂是停工的 如果你这个时候去拜访他们的话一个人影都看不见 关键问律师 当客户休假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做 我们客户跟老板说老板 我的客户就是欧美巴达国家的客户 他们都休假了我也没什么事情干 要不我也去休一下怎么样 你猜你们老板会怎么回答你 下午6点钟办下离职手续随便怎么休 各位 当我看到我的客户要休假的时候 他告诉我说我在8月1号开始到9月1号要休假 好了 我会在7月20号发一封邮件告诉我们的客户 您在我们这工厂下的订单 已经进展到这一步 比如说生产了30顿 各位看 一切正常对吗 他就去休了 好了 等到他9月1号要回来 我在8月20号的时候 我又会发一封邮件 经过一个多月的生产 您在我们工厂下的订单 已经进展到这一步 比如说生产了60顿 各位看 嗯不错 看来我休没休假 没有什么影响 对吗 让客户放心 这一点很重要 另外 我还在问一件事情 哎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分享一下 听说你去巴黎去休假了 各位 我为什么提到这一点呢 但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假如你去学长版大旅游回来了 一进公司就说 哎 我回来了 就像现在这样一点声音都没有 你什么感觉 拔凉拔凉 但是假如你刚进公司里面就有人窜出来说哎呀 虚拔把他回来 有没有什么有意思分享一下 然后你就打开那个图片 批得啪啪讲了一个多小时 新闻是不是很爽 你会发现从此以后你跟那个同事的关系非常的亲密对吗 各位 这是人际关系交往的一种方式 你也会发现 国外的客户 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客户 极少给你留手机号码 你站紧急的事情 上班以外的时间根本就找不到他 因为国外的人是非常注重自己的隐私和私人时间的 在他们看来工作 只是为了更好的享受而已 所以各位 不要 我们当然希望我们中国也能像国外一样对吧 那我们会比较舒服一点 所以 如果说一个客户 愿意跟你去分享一些他私人的事情的话 各位 你很成功了 因为 客户不仅把你作为 贸易的伙伴 而且会把你作为朋友来对待 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毕竟国外的人 他也是人 所以呢 我会通过一些诱导的方式 希望拉近跟客户的距离 这一点也很重要 那么第三个 我们的知识专业吗 外貌我们就不用讲了 因为外貌 确实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 希望大家不断的学习和积累 很重要的一点 各位 您的传品专业吗 我那朋友说 我大概知道规格不就可以了吗 好了我们是设想一下 一个客户问了你一个问题 你说等一下 我要问一下我们的经理 再问一个问题 你说等一下 我要问一下我们的厂长 再问一个 你说等一下 我一定要问一下老板 你猜老外会怎么回答 等一下 请靠边站 换一个人过来 各位 我个人认为 我们做外貌的 并不是在营销里面 忽失 你是在营销里面 个人 如果说你个人不足以 让买家信任的话 各位 产品再好 公司再大 产品同样 销售不出去 所以 你的产品是否专业 你能否个人能够帮助客户 搞定所有的问题 这对于你能否拿个订单 是非常关键的 我以前做外貌的时候 刚刚出道的时候 周末从来是不会去风花雪月的 我都会去工厂 我会向公众师请教一下 我们这个生产工艺怎么样的 怎么样生产的 为什么这样生产 如果不这样生产 会有什么后果 会有什么问题 出来问你怎么解决 那个化验设备 需要哪个元素 怎么样才能化验出来 怎样保证结果是正确的 各位 我是学文科的 对了以后不太感冒 但是我发现 经过那段时间的学习 我的专业度 相对于我们很多的买家来说 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 我们很多的买家 只是 贸易商 并不是行业的 专业人士 那么后面 我们也会有例子来分享这一点 好 询问来呢 我们如何来分析询团呢 大家有没有设个询问说 亲爱的先生 我在阿里巴巴上看到贵公司的产品 对贵公司产品非常的感兴趣 麻烦您寄一份贵公司所有产品的报价单给我 收到过吗 你们会给吗 我没有打死我都不给 好了 假如说是你们这个行业里面的世界500强之一 比如说通用电器说 给一份报价单给我 给不给 你们不给你们老板立马就给了 对吗 为什么会这样差异 我们是不是这样说到这样的情况说 亲爱的先生和女士 我是美国家什么企业 我这个行业里面近多少年呢 我们这个市场主要在哪里 我们在阿里巴巴上看到贵公司的这个产品 对你们这个产品非常感兴趣 麻烦你给我报一个 FoB的价格 有事报过吗 会不会报 会吗 请问 你知道他要多大的量吗 交货期什么时候 付款方式怎么样的 包装条件怎么样的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 客户说OK 你一个月以后发150顿过来 我三年以后给你付款你做不做 实我也不做 好了 女朋友说没关系嘛 我们粘贴一份所谓的标准的报价单 对吗 那请问你这个标准是MOQ为标准 10吨 1000吨 1万吨 还是10万吨的标准呢 各位 我们的买家 向你询问价格的时候 他后面是有订单的 他可能是一年的订单 他发现 他现有的供应商的报价都是基于10万吨的报价的 好了你报个价格过去如果太高呢 买家会怎么认为 你一点都不懂行 对吗 这个价格能报出来 如果你报的太低呢 买家说更不可能了 为什么我10万吨的都没报这么低 你都报这么低的价格 质量有问题 所以各位 太高太低都是不太合适的 当然 如果说一个买家的群买税来是不是明确 我倒是你说我需要你20分的货物 一分两个月交货 我只接受LC 其他方式我一概不接受 你那个包装 一桶200公斤 6个桶打在一个托盘上面 这是什么买家 经验很丰富 对外贸比较精通的买家 对吗 而且他的意象是非常明确的 第2个 公司的介绍 大家也知道网络是比较虚幻的 你不相信我 我也不可能相信你 而且任何的生意 都是因为大家接触 熟悉 才会去做 对吗 所以通常情况下 一个买家 如果说他真的想跟你做生意 他一定会先介绍一下自己 因为告诉你说 我什么样的一个企业 大家相互先了解一下 你对我有信任感的时候 你也才愿意给我供货 所以 大部分情况下 真正的买家 都会介绍一下自己 如果说你收到一个客户 你报完价格以后 比如说南非的客户 他说OK 没有问题 我想拜访一下 你们公司 然后你发了一份邀请函 大家说到过吗 你会发吗 首先第一个问题 你觉得有没有哪个买家 他的预算这么高 还没有了解你们公司 就飞过来呢 会吗 通常情况下 要飞过来看你们工厂 大部分情况下 都是很多问题 已经谈得都差不多的情况下 买家想来看看 你到底说的是否属实 这一点很重要 但是很多朋友就说了 一份邀请函嘛 有什么关系 各位请记住 你这份邀请函 是要付 法律责任的 一旦你邀请过来的客户 在中国发生了任何的刑事案件 你是要受年代责任的 所以各位不要轻易的去发这样的东西 好第3个 详细的联系方式 我们也没有受过这样的情况说 请给我报一个 FOB价格 然后又写了个人名什么都没有了 收到过吗 会不会回这个邮件 太不专业了 随便回来就好了 但是请教各位 在电子商务发明以前 我们很多买家怎么样去采购货 他并不懂外贸 所以呢 他就会直接从美国的贸易商店里直接拿货 就相当于内貌 后来他发现还有一个电子商务平台 这样的一个东西 可以与在座各位直接进去联系 而且在座的各位可以帮他搞定所有的事情 你认为他就一定懂得外贸罕见是怎么写的吗 请问大家 你刚开始外贸的时候知道循环怎么回吗 客户怎么沟通 客户怎么去维护 怎么做订单 您知道吗 您不知道凭什么就要买家 一定要知道所有的内容呢 所以 这也并不能作为一个判断客户的标准之一 当然 如果说符合以上三个条件的话 我个人会认为说这个买家是比较专业的 对于这个买家会非常的小心 要非常的专业 因为任何一点的细节的差异 都有可能导致这个买家消失掉 但是只要是寻盘 如果说在大家还没有丰富的经验去判断的时候 那建议大家都会回复 而我个人 只要是寻盘过来 我会都会做一个详细的调查和分析 只有这个买家适合我的时候 我才会去做回复 提高自己的效率 如果回复寻盘呢 讲这么多 这一点最重要了解你的客户 请问大家 如果说你客户是一个美国的客户 一个大企业 请问他只关注你的价格吗 他会非常关注你这个质量控制怎么样 你这个交货能力怎么样 你们企业的能源和数字 工程能源技术能源有多少 都是会买家关注的方面 但是假如是一个卡麦隆的客户呢 你觉得他会关注这么多吗 他会只要去零一点 价格越低越好 那个衣服能穿就可以了 所以各位 你只有了解到自己客户的类型 大量的运用一些工具 去搜索客户的信息 对客户做出一个判断的时候 你才有可能 知道客户对哪一点是最敏感 最需要的 也最能够打动他的 所以 希望大家 关于这一点呢 我以后也会有个分享 怎么样利用大量的工具 去搜索客户的信息 而怎么样去判断客户 以便准确去 筛选你的客户的信息 当然今天不是我们课程的重点 我们继续往下 寻盘回复的技巧 我们会有个案例来分享 第三个 邮件的技巧 请问大家 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谁还在用126 163的信息 有吗 我朋友说大学用就是这个 非常的习惯 特别是超度界面 我特别的熟悉 所以我出的邮件的速度非常的高 办法一个现象 这样的邮箱 你发过去邮件以后 买家经常没有回复 为什么 我曾经承诺我的客户说三个工作日子内只要大家发给我邮件 我都会一定做回复 结果有一天有个客户打电话给我 他说 吴老师 我在四个工作日子以前就发了一封邮件给你 但是你没有给我做回复 他的意思是看来你的专业数量也不够如此 对吗 我说不好意思我真的没有收到 他说好的 我立马再发一封给你 10分钟以后他再次打我电话 我说不好意思我还是没有收到 结果我想了个半天突然发现有个地方我没有看 大家知道在哪里吗 垃圾 我从来就不看垃圾 因为上次有一次我一不小心点开垃圾 结果什么情况 电脑中病毒 整个电脑全部瘫痪 而我在传歌里讲课的时候 我是又不懂电脑 一旦瘫痪的话我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所以我这一点是非常在意的 所以垃圾邮件我从来就不看 各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因为像这种免费的信箱 曾经发过大量的垃圾邮件 到国外 所以很多国外的服务器对这样的 邮箱会默认为是垃圾邮件 建议大家尽量使用付费的邮箱 因为你毕竟是做生意的 而且这对于买家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感觉 好 大家有没有用过邮件的群发器 那么告诉你说小伙子认真一点 每天不断的去开发客户 有的就很好用 邮件的群发器 一次性可以发1000封邮件 而且连客户的名称都不一样 自动转换 好不好 每天你下班会报说 老板 我每天发了几十万封邮件 已经操作了三个多月了 全世界的客户大部分都被我发购了 他们没有回复我也没办法 看到我们的产品不太好销 建议还是放行吧 为什么我生这种现象 各位 根据美国法律的规定 如果是群发邮件 而且是 销售内的 营销内的邮件 那是违法 所以你的邮件还没有到 一到美国的服务器 自动就被咔嚓掉了 你永远都不可能进入你客户的邮箱 那我们再换位思考一下 假如说你的客户都 看不出来你这次群发邮件 请问大家 你的客户的专业数量有多高呢 你想花多样多大的精力去培养这样的客户呢 所以各位 举手不欲勿施欲伦 我以前的邮件每一封我都是会一封一封的去回的 因为你会从客户的信息里面 他写的邮件里面 你可以判断出客户的一些不同的特点 而客户特点的不同 他的需求点就一定会不相同 而这个时候你针对他的需求点去做回复的话 那么对于我们买家更有效的回复你 是相当有帮助的 当然 这是需要你的经验的积累的 好 罗绍这么多 我们来看一封邮件 这是我一个朋友的一封邮件 成功的邮件 所以呢 也希望大家分享一下 看看他在这个邮件里面 应用了哪些技巧 先来看一下 请问大家 这是我的邮箱名 请问 从我的邮箱名里面 大家能够获得拿 两个信息 请问大家这是什么邮箱 企业邮箱 对吗 各位 实际上我们的买家都很清楚 阿里巴巴说的大部分的供应商都是中小型企业 他也知道你的资金规模实体不可能到哪里去 但是 有一点买家是很在意的 那就是你这个企业的管理是不是很正规 不要像我们以前打投诉电话一样 打一个投诉电话说 等一下帮你转一下 转了五六次以后一点声音都没有了 对吗 从此以后你再也不打这个电话了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出现很多企业里面一些状况 同样一个问题 现在有三四个人在回答 而且答案还不相同 这是买家最忌讳的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 比如说很多企业会用 C21 C22 C23 对吗 各位看明白了 C21跟我谈订单的 C22 跟单的 C23管床物的 有什么事情该找谁 这是买家 非常 需要的 一个事情 管理是否清晰 对于买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的管理只有清晰的情况下 你的产品才有可能生产的好 你的质量才可能没有问题 你的服务也才可能没有问题 这是买家比较注重的 所以 希望大家如果有企业邮箱的话 尽量使用企业邮箱 这一点是比较好的 好 另外一个信息是什么呢 能够知道我们公司的网站吗 各位 大家有没有了解过为什么Google 在美国在欧洲很厉害 在中国不太厉害的原因之一呢 那是因为 在国外95%以上的企业 都有自己的网站 所以通过Google一搜索 就能够链接到他的页面 但是在中国 60%以上的企业都没有自己的网站 所以很难找得到 那么 这有反应一个现象 国外的客户会不会非常习惯的去看网站呢 当然会 因为他们都能够搜索到对吗 所以他们会很习惯的去看你的网站 如果说你有这个 看到你有网站的话 买家会不会考虑说 那我就看一下你的网站 对吗 会增加你一次机会 这一点也是有好处的 好 我们再看主题 什么大家主题重要吗 我们上班的时候 阿尔特路克把邮件一收下来 请问你第一件事情看什么 是不是看主题 如果看到是传务保险你会怎么样 Delete对吗 直接删掉 如果你看的是股票呢 那看看里面炒股了对吗 这些股票还可以 涨的还可以 当然你最优先的会去看一些国外客户的询盘 的内容 所以我们的买家同样的 好了 好吧一个买家发了一封询盘 结果全中国有300个客户都做了回复 请问他会一封一封的去看吗 他首先看一下这个询盘是不是跟我相关的 相关的情况下我有兴趣的情况下 才会点开你的邮件 所以各位主题是非常关键的 这是买家是否愿意去看你的邮件的敲门砖 那比如这个主题说 我们有20%的折扣的促销活动 有没有兴趣 各位 任何一个生意人对价格都是 非常有兴趣的 对吗 因为大家很明白 我通过电子商务的平台来找你 是因为我希望通过省掉中间环节 对吗 如果说你报的价格 比我通过中间环节 拿到价格还更高 你觉得你还有机会吗 而且大家有 世界上做生意的最厉害的是一个犹太人 因为犹太圣经中有一句话 他说 在世界上其他的任何一个地方 你都能够找到比你现在经营的产品 价格更低 质量更好的产品 所以犹太人就在全世界 支支不倦的去寻找 所以赚取超级的利润 同样道理 我们的买家也会不断的用这个平台 支支不倦去寻找 看看有没有哪家新的供应商 价格更低 质量更好 对吗 所以价格对买家永远都是有吸引力的 那再比如说 中国的退税调整 我们的价格会降低 各位有兴趣吗 各位 只要你有兴趣的话题 你这个行业的判断等等类似的 课题的话 买家都是会有兴趣的 这样买家才会点开你的邮件 那我们进入邮件的主体部分 请问大家 客户的名称重要吗 我们打个比方 十年以后 你在大街上遇到一个大学同学 哎呀哥们 十年没见了 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我相信你那位哥们马上立马就心就凉了 对吗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你进一家公司去面试的时候 第二天老板就说 小张 对公司感觉怎么样 有什么要求净款题 你心里什么感觉 非常的温暖对吗 另外还想了一个事情 看来我表现不错 你看嘛 老板立马就记住我名字了 对吗 那假如说一个月以后 老板说那个会议士出来说 那个水棒我倒被查过来 你要思考什么问题 我离被炒的路子就已经不远了 各位 任何人都希望 别人能够记住他的名字 这是对别人那种最基本的尊重 所以希望大家写邮件的时候不要写 Dios or Madden的方式 这样是不太好的 找出这个企业的负责人 到底是谁 这是对别人那种最基本的尊重 好 我们看主体部分 请大家看尬屏幕 我们只看黄色字体 不用看白色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Buy in need On October 17 2007 阿里巴巴都看 Fabric software 能看明白吗 2007月10月17号 阿里巴巴上面关于一个 沙巴布的Buy in need 对吗 各位 我个人认为 白色部分的英文都是 废话 你无非向买家证明说 我也通过英语专业发迹了 不信你看一下 我一个人把错误都没有 至少我的英文比印度人写的好多了 但是买家要看的就是几个关键的部分 对吗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们很多朋友想用这样的英文来跟客户说 Many Thanks For your email Date的什么时候 对吗 我们非常的高兴收到你10月17号的邮件 请问大家 当你写这句话的时候 买家一定会有个动作 你告诉我是10月17号的邮件 对不对 请问 有没有哪个买家能够记住他10月17号发了什么邮件 他会到以发送邮件箱外面去寻找 结果他点开以发送邮件箱 发现 突然有一件更重要的邮件 他需要去处理 很有可能你这封邮件 他就不再看了 我们有没有这样类似的经历 打开五六个界面对吗 做这件事的时候 突然发现旁边这事情更重要 你一马就转过去了 那封邮件就忘记了 所以各位 我这封邮件就直接把寻盘粘上去 看一下 这是你的邮件吗 不管买家是否 是否记得他发的内容 当他看到这封寻盘的时候 这个内容的时候是不是他发的 有没有印象 那是一定会有印象的 所以各位 当我们 买家点击我们的寻盘的时候 希望大家能够想尽一切办法 不要让我们的买家把他的注意力 从我们的寻盘上面 转移到其他的任何的地方 否则一转移的话 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 会发生的 我们再往下看 我们要 Best Seller 下面 20% 20% 20% 吸引买家的兴趣 后面加了一个时间 叫 Just a Week 各位 为什么加一个时间的限制 我们来设想一下 假如你们老板出来以后说 小张 有时间把那份报告给我 请问你会立马去做吗 你会优先把自己重要的事情处理完毕以后才会做对吗 但是假如你们老板出来说 小张 半个小时以后把那份报给我你会怎么样 丢下所有的事情立马做报告 为什么 要被老板炒鱿鱼 所以各位 根据心理学的研究 人当看见有时间限制的时候 会有一种潜在的紧迫感 他会认为这个东西还是蛮重要的 所以各位我给一个时间的限制 我也没告诉你20%折扣多少 有兴趣 时间又很紧迫 诱导买家 买家往下看我们去买 看下你价格是多少 Best Offer 我们要看下报价的内容 首先把价格凸显出来 为什么 你前面说的一小一网 无非真的是买家说我们价格里有竞争力对吗 买家会直接看你的价格到底是多少 只有他有兴趣的时候 你这个报价买家才有兴趣 否则他没有兴趣 但是我问了这个朋友你为什么要这样去操作呢 他说 我希望诱导我们的客户按照我的思维习惯去看这封邮件 而一旦我诱导成功的话 你会发现他看下面有件的时候依然会按照我的习惯去看 他想的问题就简单多了 所以这也是一种心理上的 技巧和方式 好看下这个报价 包括你的品名 规格 数量 单价 付款方式 交货期 有效期 包装条款 以及其他的一些你行业里的专业的条款 实际上我写这么多 无非是要买家证明说 你看一下 我的报价是很正规的 我的外贸是很懂的 所以你不用怀疑我的专业的素养 对吗 无非是要展示你的专业的素养 好了 那么假如买家不感兴趣怎么办 没有关系 我们还有 Other Best Seller 给了一张图片 各位看 不错 花形 还是有兴趣的 不过看不太清楚 看不太清楚吗 没有关系 点击这个链接就能看清楚了 想了解更多吗 点击我们的网站就可以了 各位我们在干嘛 诱使我们的买家进入我们的网站 对吗 如果说我们正在通过一些技巧的设置 诱使我们的买家能够进入我们的网站 至少我们成功一半 另外一半就在于你寻判的处理能力 跟客户的沟通能力 这一点 但是前提是你能够诱使我们买家 能够去看你们公司的网站 好 那么再看一下 我们只需要买家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点一下鼠标就可以了 对吗 各位 这就是服务细节的体现 你什么事不要做 点一下鼠标 你就能够 拿到你所想要的 因为任何一个人都希望简单 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